歡迎大家回到財政預算,好像是一個很沉重的題目 除了我們剛才的文公子有提及財政預算案,派錢即時措施基本少 最主要是沒有什麼潛艦性的問題 一說潛艦性,我們可能要談談產業 因為我們看香港五年後、十年後,將會變成怎樣 就靠現在開始慢慢發達 我們看看,以前曾先生時有新的產業推出 在以前董特首更厲害,兩個人說 到現在這個環境,財政預算入面,對產業也有少許著脈 文公子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他不是少許著脈,非常著重舊經濟 其實可能他偷聽了我們的節目之前 我也希望 我們有原子彈有大怕,你就沒有來跟人打拳頭加這麼愚蠢 於是這個財政預算案,就說明有幾個行業特別要扶植 包括金融業和物流貿易業 反而外面有很多傳媒說 基本上是不是胡蘇貞和特首在打架 你又走這邊,我就走這邊 我們高登術語就叫做什麼? 向左走向右走 其實也不是,你知道林粉強先生提出黃金十年嗎? 這些唐營人士,基本上… 這不是台銀人士,是梁粉入了行政會議 基本上你說了,梁粉是否用不利 聽說就是他與君一直說 他在參選前跟林先生談了一會兒 於是就很賣他的想法 很賣他的想法 於是就讓他入行政會議裡面 誰知道就一個潛劍就推了他下來 我們先說回,譬如說對產業的著墨 你不如又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香港,你將金融業去reinforce 即是在現有基礎上面拱鼓 是絕對無可口非的,也絕對贊成的 而物流業和貿易業在香港也是非常重要的產業 我相信你作為一個水深廣闊的港口 你也是整個地區內的航空中樞 其實是應該的 不過你要看看使用量是否會成熟得到 因為現在區內已經有很多其他的地區 一會兒我們說中港人口可能再研究 但我們這些年輕人 他們都說,我又不想讀金融 我又不想去做地產 你叫我物流做菇喱,難道不通 於是大家就發覺,我的出路在哪裏 還有它所有東西我們叫做舊經濟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踏入自私人經濟 每個人手上都有一個智能手機 上網,你一天不上網可能會死 你看到現在人人在地鐵、巴士上都在玩 就是什麼生果遊戲 Candycrush 這些不能外出,你賣廣告 阿伯,你太過分了 這個形勢來說 根本上我們要看回香港現在處於地區 因為我們走自私人經濟 我們有沒有優勢 其實如果你看回香港來說 我們過去兩年 在亞太區的資訊和通訊科技大獎裡面 香港是贏盡全場的 連續贏了兩年 大獎無數,起碼有六、七個每年都 其實我們的資訊已經達到國際水平 不過其實是沒有人說的 因為可能一提到IT 大家會覺得 科網網顧都爆了,不要搞 一是就不懂 那我就不寫少一點 就不提了 其實就令到一群很有創意的年輕人 就沒有了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剛才文公司有講過 其實好像在講一大堆 其實最主要就是 新舊經濟最主要就是 那條支柱 究竟還要擺幾條支柱 年輕人在傳媒中經常都說 我們要擺脫傳統那幾條支柱 我又不要金融、又不要地產 要多方面的行業、法治 一直都是這樣說 但今次的財政預算案 其實在夜就很特別地提到 我基本上一定要鞏固我們原有的一些行業 所以很有趣的 你看到有培訓 特別給建造業、物流業 即是他覺得現在這些小朋友 或者年輕一輩 已經不想進入這兩個行業 當然啦 上次我們前幾集的節目都有講過 其實現在 紮鐵的薪金 弄得我都心動 差在問題是在於 他會不會嫌我腦 但是 我反而覺得一件事就是 我經常在想 是不是我們現在讀書的年輕人 其實他根本上 只不過是很片面地了解一個行業 銀行借錢給人 金融肯定是炒東西的 炒這個炒那個 地產全部騙人的 霸權 趕著小商戶 其實 物流 剛才你也有說過 做菇梨 是不是做菇梨 是不是起那些吊雞 還說回很遠 你要我回東涌回葵涌 我不想 其實是不是年輕人本身 對這些行業的認知 根本就不夠 所以可能 當然 他們接觸那些職業 最多是看什麼呢 就是看TBB 是不是 一號黃庭看完 你果散一下 你很想做律師 我現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 有個老友就說 學位量化寬鬆 沒錯 那你大哥 我堂堂大學畢業生 你叫我走去炸鐵 你不是吧 哎呀 其實不是這樣說 現在問題在於 不是你堂堂大學生走去炸鐵 不是 而是你去炸鐵 別人未必會選擇你 你明白嗎 對嗎 因為我們經常都在說 你要去了解香港 不要純粹在報紙上 不要純粹在網頁 你真的去看看 譬如說 剛才有說過 我們傳統的一些 甚至乎現在要發展 你知道董先生都是物流業起家 是 我們香港 你留意一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船公司 當然你可以在街上看到不同的貨櫃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船公司 其實 每個地方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船公司 如果說出名 通常是巴拿馬註冊的 但是你很奇怪 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它都有自己的船公司 你留意一下 現在美國是沒有屬於它本土的船公司 美國以前兩間 兩間都賣光了 現在最強的當然是歐洲 M字頭那些 丹麥那些 那些船公司 海道來的 日本仔 新加坡 基本上每間都有 你想想 在一個這麼大的競爭環境裏面 我們香港 為何我們當時常說董先生是船王呢 就是 在一個國際舞台裏面 我們是有一個角色的 維園日伯 我記得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經常說香港和新加坡 是爭貨櫃吞吐量最大的兩個目的地 即是我和新加坡爭的 即是我們 我之前接觸過那些年輕人 他經常都跟我說 香港哪裏有得爭 大陸便宜 甚麼都便宜 他人工便宜 地方大 我們香港人 就算做這行 基本上都不行 但他其實有沒有考慮 那件事 原來做物流業 地理位置的優勢 是沒有改變的 等於反過來 可能內地那裏 很多港口 都有很多位置可以做拍港 他最重要的是 港口夠不夠深 你說 不就是這樣拍 嘩 貨櫃船 因為我曾經涉獵皮毛 我就和你分享一下 好 怎樣呢 譬如說 假設這條船 我是要由內地下來香港 還是由香港去內地 我又看了 如果我裝貨 其實這條船重了 如果港口不夠深 我便是兜不到進去 一來 你多了一個transaction 第二 就是 他為了要避免 港口不夠深 他便不能安裝盡他的貨 譬如說 我本來可以安裝2000個貨櫃 太重了 不行 我最多只能安裝1500個 所以 你如果計算吞吐量 他的capacity 他的容量 是可以很大 但他容不盡 香港便有一樣好 基本上 所有 基本上最大的 世界性的 船 來到香港 你都可以拍得到 對吧 這就是我們香港人 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優勢 對吧 所以其實你說 在香港 他的位置上 他現在盡量去發揮 我舉個再遠一點的例子 A380的機器 大家見到 很大架 原來不是每個機場都可以 你能夠進來 我要改好多個設施 給你 對吧 所以有些事情 就是 你肯不肯去善用 就一定要你自己去了解 好了 再說多一點點物流業的事情 是不是只是去做孤雷 單單台台 拿著機器 吊吊吊吊 就叫物流業 很複雜的 因為物流業 很多時候說 就是 其實很簡單 買家 和賣家 兩個人之間 我就需要物流業去搬 大家聽不明白 不要緊 你有沒有玩過淘寶 你玩過淘寶 你就知道 原來 在淘寶那裡 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快遞公司 這個也很重要 唉 他的房間可以不見了 淘寶最強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本身的物流可以很便宜 你想想 如果從內地 寄建物品來香港 30-40元 比你自己乘車便宜 你一定會採用 他的網絡就可以很強 好了 如果我們在香港 我們經常說背靠甚麼? 祖國 福地市場福地 是的 一個就是最強的世界的出口角 剛剛另一邊就是一個最強的入口角 基本上我們在中間 我們是幫他串流去不同的世界 有時候 假設這樣說 你要去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所有的船 飛機都經過這個地點 你才可以有直航 否則每次都會轉轉轉轉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其實我說 如果 才爺這次 其實是跟我們的年青人說 擺多點時間去研究一下 我們香港基本上的行業的發展 回想起來 創意是需要有 新的東西是要有 舊的要保住 關於行業方面還有甚麼要補充一下 其實為甚麼我會常常在這裏公開香港人 應該搞多些知識人經濟呢 因為其實說真的 現在你所有這些舊經濟 物流也好 貿易也好 金融也好 你沒有IT怎麼做 嗯嗯嗯 但問題是我們香港人的IT 又不是很強的 很強的 強的 全部包了頭 那些是強的 那裡其實是一個誤會 你有沒有看Free Idiots那部戲 人家那些讀書的環境 跟我們香港的小朋友是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才爺這次很奇怪 他竟然 因為我們資訊科技行業 我就幫他們做很多事 他經常告訴我 請不到人 香港沒有人才 那其實行行都沒有 香港就 以前不是 以前六條A走去讀IT 現在不夠分就讀IT 你要明白到 香港現在基本上是個中間膨脹 半桶水的就有很多 頭尾的也不多 是不是 你說沒有人才 你一講到頭 你不要說找不到人才 我們政府都找不到人才 那一班是甚麼才 你說 老實說 上糧不正 下糧歪 有些東西你就沒有得賴 所以 他寧願那些錢 去扶植人家做地盤 去扶植人家 物流也好 但都沒有任何的 或者不是 進貼 鼓勵 那些人去知識人經濟發展 例如你的創意產業 他也提過 說來說去 都是說 藝術家 說電影 說完廣告 都沒有講IT 老實說 你要公開這些東西 最起碼多幾個平台 喂喂喂 人家是魔童 已經扔了錢出來 想搞多個台 喂 我們這些網台 基本上都可以 政府撥錢資助 多一點點擊率 有嗎 可以創造多幾個 不要經常都周融 多幾個這個人才 不是大翻 這樣吧 這次我們的財政預算 和行業方面的發展 暫時就講到這裏 下一次我們就 就著這個行業的發展 我們就看看 喂 究竟現在 政府經常說 中港融合 中港的矛盾 這個問題 我們探討一下 別人說中港沒有矛盾 要你re-define 不要緊 基本上 大家對這個 題目是有興趣的 記得下星期同樣時間收聽 多謝 拜拜